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不容易穿过人海打完针 就接到婆婆打来的催眠电话 你把豆豆抬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去打针了 婆婆语气暴力 杀猪般的嘶吼声叫得我心魂不宁 我赶忙挂了电话 带着儿子往家赶 一进门就看见婆婆 气势惊凶地坐在沙发上 眼神闭塞地看着我 我慌张地把儿子放到卧室 让他自己玩耍 然后朝着流星走去 希望他可以在树起灵人的婆婆面前 为我遮挡一下暴风雨 没成想 我刚踏出第一步 婆婆就指着我的鼻子 咆哮过来 我是怎么和你说的 豆豆那么小 没必要打疫苗 谁让你把他带去的 我孙子要是出了事 你担得起责任吗 我低声地回应 按照规定 每个小孩都要打一肝一秒 这个还涉及到幼儿园和小学报名 我话音刚落 婆婆又连番攻击过来 大概的意思就是 规定是不是比她说的话还重要 我是不是没把她这个婆婆放在眼里 请可见 铺天盖地的怒慢声 在整个小区里来回荡漾 而流星依然一如既往地 让我失望 在婆婆面前 只字未替我辩解 其实类似这种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 婆婆对我和流星的婚后生活 干涉太多 太多 多到让我喘不过气 我和流星是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那时候我是财务助理 她是设计主管 我感觉她为人老实 又没有大男子主义感 所以我和她吃完几次饭后 就正式谈起了恋爱 和她在一起半年时间内 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 做一个女人的快乐 她对我百依百顺 从不发火闹脾气 这点对我非常受用 所以顺其自然 没多久我们就订了婚 婆婆提出她付出 她付出房子首付 婚后我和流星一起工作 还房贷 我爸妈也欣然接受 并表示愿意出装修钱 至于财力就免了 那时候我和婆婆每次的见面 都是很愉快的 她的热情和体贴 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自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更想当然地认为 我有了全世界最好的婆婆 因为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会把婆婆当成知音 每次心里因为工作的事情躁动 就会和她吐槽分享 而她也会耐心地替我分析原因 给我指引下一步该怎么走 后来有一次 我被老板在例会上 当着全公司的面 一生训斥了一顿 内心的委屈奔荣而至 我和婆婆抱怨了一番 她一个劲鼓励我要乐观向上 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我内心突然就有了动力 总感觉选择流星 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最后婆婆还给我和流星 抱了个旅游团 让她带我出去透透气 释放一下心情 多么好的准婆婆啊 我都没忍住和周围的朋友炫耀 便让他们照着我的样子 宣婆家 那时候我觉得 自己从没遇见 如此爱我的流星 也从没见过 如此通情达理的婆婆 我以为我已经被幸福全然包裹 谁曾想都是陷阱 我和流星坐上了旅游的大巴 窗外的风景 亦如我激动的心情 每一顺土地上都是耀眼灿烂的花朵 旅游的最后一天 流星接到婆婆的电话 她在手机那头 叮嘱流星 让她好好照顾我 末了她说了一通 让我无比震惊的话 她说 我们的金房已经安置好了 但房产证上写了她的名字 因为我们现在在旅游 她不想扫了我们的信 所以就自作主张 只写了自己的名字 听完这句话 我整个人都是心神不明的 我质问流星 这是不是婆婆早就设计好的 流星一向老实搭纯 从不撒谎 她对着我发誓 这绝对不是婆婆有心做的事情 而且婆婆的财产 以后不还是我们的吗 她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 破坏了大家的情感 流星说的也不无道理 可事实往往很难让人接受 毕竟我曾经那么信任的一个准婆婆 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流星也看出了我的不悦 当即要给婆婆打电话 说回去后准备把我的名字 添在房产证上 我立马像知觉性的闷头鸡一样 浑身抖手起来 赶快下断了她拨出去的电话 我虽然生气 但那时候我还没和流星结婚 这种鲁莽的事情 是万万做不得的 而且可能真的正如婆婆所说 只是不想扫了我们的信 所以我推测她应该不是故意为之 何况她会特意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 并没有选择隐瞒 这样一想 我为自己之前的小度机场感到羞愧难当 不自觉地就释怀了不少 旅游结束 一切如常 我和流星的感情更加深温 婆婆待我似乎比以往更体贴又好 她甚至连我喜欢的护肤品牌子都写得清清楚楚 还特意去专柜给我选购 人嘛 就是这样 吃软不吃硬 别人一点点嗜好就感动得不行 却从没想过自己已经身陷淋雨 这一切的彻底觉悟和懊悔 要从我和流星拿完结婚证说起 婚后一个月 婆婆本性毕露 从我的衣食住行到工作进展 她都要一一过问 我的衣服不可以有太多的设计感 不能穿短裤也不能穿裙子 不能穿人自脱 坐姿要规矩 只能双腿并拢地坐在凳子和沙发上 头发必须扎高满尾 不可以和男同事私自发信息 问工作的事情 不可以 我突然觉得婚姻不是那么随意和自由 她把我捆绑在一个圆圈内 让我动弹不得 我一点点的不顺从 都可能点燃婆婆心里的火花 那是一个周末 我准备和流星一起出席逛街 我化了一个淡妆 穿了一条倒狡猾的碎花裙 拿了一个白色的小包 心花怒放地准备出门 结果刚打开大门 我就被婆婆扯住了头发 她没好气地问我 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的 是不是想穿这身衣服出去 给她儿子戴绿帽子 我被她揪得生疼 出门的美感全部被破坏了 我气鼓鼓地回到了房间 再也没了逛街的心思 那是我第一次和她发生的冷战 也是第一次我想反抗 一两五天 我没和婆婆说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我在生闷气 但没有人觉得我委屈 之前温柔体质的刘欣 在婆婆面前也变得一筹莫展 唯唯诺诺诺 真的是硬了那句话 嫁给老实人 享受她好脾气的同时 也要接受她的软弱 后来我仔细反省了一下自己 可能是我和婆婆之间的沟通不当 造成了我们的矛盾频发 那个晚上我去找婆婆 我希望我们可以冰释前嫌 希望一切都回到最初的样子 后来她也对自己那天的暴怒和粗鲁 向我道歉 然而一切真的回得去吗 在我查出怀孕的那一刻 婆婆似乎又回到了以前 她对我是费尽心思的好 不仅不许我坐公交 还专门找人接送我上下班 孕期四个月的时候 她直接让我回家安胎 平时她还会给我做各种好吃的 或者陪我说话聊天 讨论宝宝以后的姓名 还给我买新年已久的LV包包 那时候我真的又变成了爱笑的向日葵 以前的不快都烟消云散 我觉得生活太美好了 儿子出生后 婆婆咧着嘴大笑 对我各种夸奖和照顾 感谢我给刘家许的香火 也感谢我对这个家无怨无悔的付出 好听的话说得一箩筐 关键我就是个吃软化的命 耳根子太软 婆婆偶尔的虚恨温暖 我都会暖到心肺里去 更是毫无保留的和她交心 我自以为她比我亲妈都会讨我欢心 把之前和她的矛盾早忘得一干二净 更值得一提的是 月子期间 婆婆对我好的没话说 给我各种补品 那些好都沁如心脾 够我感动终生 所以在她提出要把流行工资卡 交到她手里保管的时候 我丝毫不介意 因为孩子的开销大增 婆婆比我会管财 她替我省事了不少 而且都是自家的钱 她也不会拿去贴补别人 出了月子后 我正常上班 婆婆几次暗示我 家庭经济压力变大 孩子以后各项开销都要钱 我自知她的意思 所以也把工资卡交给了她 平时的家务和孩子都是婆婆管着 我们现在的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 只要婆婆能把这个家经营得好 我愿意改变自己 之前舍弛花销的习惯 我从没想过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但事实证明 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自己拼命工作 经济大权却掌控在别人手中 收拾了我和刘欣的工资卡后 婆婆的腰板挺得老直 对我说话的语气也变得生硬起来 而且又变成了之前跋扈的样子 我那天加班回来 刘欣已经睡着了 我以为婆婆也睡着了 所以我捏手捏脚地进了厨房 想吃点东西甜甜肚子 没想到我刚开灯 婆婆就从屋里出来 静止走进厨房 把饭菜全部倒了 还冷冷地留下一句 把碗盒锅洗了 我被她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坏了 正正地站在厨房 许久后不情愿地把餐具全都刷了 倒不是说我没骨气 我只是不想吵醒刘欣和孩子 后面的事情就更加恐怖了 婆婆把家务活全部抛给了我 我每晚下班回家 她都要给我留一堆换洗的衣服 或者床单被套 她总会很有眼力劲地 挑出个人家务活 明明很多都是没必要做的 她还是会强迫我 照着她的吩咐去做 还美其宁约 她平时带孩子没有时间洗 只能委屈一下我 而且家里收拾干净 对孩子也有好处 我能说什么呢 那么堂而皇之的借口 我只能硬着头皮 照着她的吩咐做 只是我没想到 她的过分和猖狂 越来越没有界限 她一不如意就对我大吼大叫 我本就不善言辞 被她这一顿毒骂 洗得两眼冒金心 直接收拾的心里 把孩子抱回了娘家 我又一次用冷战的方式 选择了躲避 这意味着我 始终都不是婆婆的对手 回家后的第二天 婆婆和刘欣 带着礼品上门求情道歉 我不想见她们 也不理睬她们 所以她们只能信心而归 但我没想到 第四天她们又来了 还带了更多的礼品 刘欣直接跪在门外 求我回家 她们给我爸妈 买了很多烟酒 婆婆苦口婆心地说 都是自己的错 那母子俩在外面创双簧 实在是让人心疼 我爸妈看不下去了 开始给我洗脑 告解我 婚姻都不容易 让我不要自毁前路 何况 她们都已经父亲请罪了 我再闹下去 所有的错 都会归到我身上 那一晚 我终是和她们回了家 我又一次地误以为 生活可以回到从前 但既然有了开头 就不会戒然而止 我带着儿子去打了乙肝疫苗 在此之前 婆婆告诉我 说别人和她说 孩子不能接种乙肝疫苗 因为小孩抵抗不了 疫苗的威力 但我觉得她的话 实在是荒唐 便记几次无果后 我又咨询了医生 确认无事后 我私自把儿子抱去了医院 结果就出现了 开头的那一幕 说实话 我和婆婆之间 已经产生了 无法化解的隔阂 我也不想再和她 继续争执下去了 她不想我做的事情 只要我觉得合乎情理 我就偏要按照 我自己的想法去做 这一次的违抗 给了她放肆辱骂 我的借口 我和她第一次 发生了有声的开战 我知道躲避是没有用的 所以干脆和她开丝 她也吓到了 一向软弱的我 居然会和她对骂 实在是超乎她的想象 但强势的她 很快就发疯似的 指着我的脸 骂我以下犯上 没有教养 我也怒了 本能地回应了一句 你为老不尊 没想到我刚说完 刘欣就上来 给了我一巴掌 这一巴掌 把我打回了冷静的状态 我竟饿地看着刘欣 没想到 她和婆婆一样 善于伪装 是我太没眼力了 居然选了这样一个男人 离婚的念头 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我带着儿子就要出门 婆婆拦住了我 刘欣堵住了我出门的路 他们没有劝述我 也没有和我求情 比起一言不发的刘欣 婆婆显然比我想象中要机智 她得意地笑着说 曹德黎吧 别耽误了我儿子 我儿子老实巴交的 不去小姑娘追 再说 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孩子是我孙子 你想走就自己走 我什么都不会给你 我傻眼了 原来一切都在婆婆的算计中 这一切她早就规划好了 我回了娘家 生气已经不能用来 形容我的心情 万念俱灰 才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 我不是没想过会有这样一天 我只是单纯地认为 我为这个家尽心尽力 就会让我和刘欣 以后过得越来越好 但我怎么都没想到 婆婆或许从一开始 就没把我当成一家人 我把这些事告诉了我爸 我爸也是满墙怒气 没愿婆婆和刘欣不亲人情 但她也没办法 毕竟现在已经有了孩子 总不能真的劝我离婚吧 回去了一周 刘欣没给我打一个电话 婆婆也没发来一句慰问 我整个人都蔫了 看不见孩子又稚气不想回去 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离婚 我爸见我一点天日益憔悴 也是双眉紧锁 干脆去了刘家求情 希望能缓和一下我们的关系 更希望刘欣能把我接回去 没成想我爸回来后拍桌子大怒 劝我一定要离 原来我爸去了之后 婆婆压根不待见他 还给他泼了一盆冬水 让他给十万块钱 他们就把我接回去 我爸也是要面子的人 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气 一屁股就爬起来往家赶 都已经成这样了 不离婚我都对不起我爸 但离婚了 孩子可怎么办呢 真的要我身无分文地离开吗 我赚的那些钱都被婆婆掌管着 万一真的离婚了 回来只能是我 我爸也犯了嘀咕 你感觉这事很头疼 我每天都郁郁寡欢 舍不得孩子 又懊悔自己选错的人 几天后 我爸乐呵呵地回了家 他告诉我 他已经咨询过律师 孩子不到两岁 如果离婚 也是判给女方的机会的 现在单身母亲 也可以给孩子上护口 倒不如让我儿子跟我姓 就算是给他留个后 而且婚后和刘欣 一起参与还贷款 法院在财产上会公平处理的 我一听拍手叫好 真是妙子 当晚我就起草了离婚协议 同时我和我爸 直接去婆婆那里 把孩子给抢了过来 一周后 一个意外的人却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刘欣 同时他还拿出了 我和他的工资卡 更让我吃惊的是 他说要和婆婆 誓死断绝往来 原来在我走后 婆婆对他各种看惯 就怕他跑回来找我 所以对他严防死守 他也知道 婆婆一直以来 做得很过分 但是那毕竟是他妈 他也不知道 要怎么解决 最后刘欣还发誓会悔改 不会再让我受委屈 我笑了 说几句好听话 就想让我回头 他们母子的古情戏 我看够了 我怎么可能再次犯傻 我拿过我的工资卡 把他赶出了家门 刘欣不同意离婚 经常来我家门口 死缠烂打 我爸看见后 也老是叹气 想让我回头 又害怕 我再次被欺骗 我对刘欣说 不离婚可以 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你得重新给我们买套房子 而且一定要写我的名字 还必须和婆婆分开住 第二 就是入坠到我家 孩子跟我姓 刘欣一听 当场说不出话 她又批天批天回去 把原话转述给了婆婆 所以结局可想而知 刘欣的本性暴露 再没出现过 后面 我顺理成章地离了婚 离婚后 我突然就释然了 这个世界上 真的会有千方百计 算计你的婆婆 也有对亲妈 唯命适从的老公 但不管怎么说 一个心里 只能装下钱的婆家 一定是自私的 可惜 我从开头 就没明白这个道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碎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声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碎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